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在顿透露 截至本月15日为止 周内已有153家托儿所和98家儿童日托中心重开 她说 预重开的业者可向所属县的社会福利局索取申请表格 并在提交时附上所需文件 资料完整的申请一般在两三个工作日就会获批 此外 政府也针对重开前 儿童到来时 儿童在中心时及父母方面 列出一系列标准作业程序 促请各方面给予配合 冠病疫情不仅对人类生活带来重大冲击 宠物也因此受到牵连 本报特派记者前往北干纳纳的 Hope希望护身员实地了解 负责人透露 该中心在过去半年内 平均每星期接获两至三通民众的电话通报 要求拯救狗和猫 各案中 有主人因为冠病疫情滞留在新加坡 导致停车房内的宠物失去依靠 邻居唯有致电求助 其中也有狗只在出外觅食时 不懂得闪避车子遭欺养后 抑郁车祸受伤 负责人同时针对猎狗对普杀感到心痛 希望政府修改法令 以严厉惩治弃养者 而不是滥杀动物 市主们当然也应该坚持到底 妥善照顾宠物 换个焦点 拉美市美食中心南东主 因为看见妻子被一名女生推了一把 竟出手殴打对方 她的行径被人拍下 随后再往上疯传 这名南东主今早向本报重述当时情况 原来事件是在两个星期前发生 女生是她的一位女员工 在孤儿院认识朋友 当天从外坡乘搭电招车来拉美市 电招车的120令吉车支 还是通过女员工向她借的 但是当妻子请女生离开收银处时 反而被女生推一把 并要求别多管闲事 她看到妻子二度被推 从厨房走出时 因为按捺不住怒火 才动手殴打女生 南东主最终也自认脾气火爆 向女生道歉 并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最后关注一则法庭新闻 一名32岁患有哮喘病的硬义无业毒品通缉犯 今早在新山法庭面对强奸 击奸 勒索 智商31岁巫医女子 报假案和无法出示大马卡跟六项指控 男被告不认罪 法官方面 基于冠病期间避免扣留所拥挤 爆发冠病感染 以及案件医药和化验报告 尚未出炉等因素 原准被告以19000令吉和两名担保人等多个条件下 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12月22日过堂 根据记录 被告早年涉及贩毒案 为惯犯 也是通缉犯 案情显示 他在本月12日凌晨 余力两名25岁和28岁的乌衣女被告 因为受害女子欠债 三人向对方实施百般欺凌 两名女被告同样不认罪 分别以3500令吉和4000令吉保外候审 感谢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 新抽日报 新周网